嗨!大家好!我是Linda 今天要來跟各位女生們分享 相信很多女生喜歡騎車的朋友 常常會很困擾就是我們出門騎車帶了安全帽之後 可能會有一點狼狽 因為騎完可能會流汗 然後髮型不知道怎麼辦啊 風吹什麼的一大堆問題 今天就要跟大家教一下 在你戴安全帽跟小帽的狀況之下 要怎麼樣整理你的髮型 搭配你的穿搭 這樣出門騎車可以又帥氣又好看 我自己平常會看我要騎乘的路線距離 還有當天的天氣狀況去評斷我今天要做的髮型 通常如果不太熱 濕度不會很高 感覺不會很黏 不會下雨的狀況之下 我以前是短髮的時候 我就會讓它直接放下來 就出門了 那現在中長髮我也常常會這樣 就出去騎車 重點就是不要讓頭髮黏在你的脖子後面 因為這樣騎很不舒服 只要放在兩車就比較可以避免這樣子的問題 如果當天濕度比較高 感覺快要下雨 然後或是我知道我今天騎的路線是山路 會大爆汗的狀況之下 我就會綁起來做一些髮型的設計 Linda來整理了一些髮型 基本上是有三種 正後方的低馬尾 側面的 單邊的 雙邊的 總共有三大類型 可以讓你在出門騎車的時候做設計跟搭配 好 我們先來示範中長髮最基本的一個髮型 就是低馬尾 基本上我一定都會戴小帽 所以小帽戴好了之後呢 就綁一個低的馬尾 我通常如果只是一邊的話 我都會用一個裝飾的髮式 因為這樣可以看得到小巧思 好 綁完了 低馬尾之後呢 要教大家一個小撇步 就是 安全帽其實呢 我們是可以把馬尾藏在安全帽背後的這個洞裡面的 這樣子就是會固定的比較好 然後馬尾也可以離開你的脖子 不會在你騎乘的時候一直頭髮碰到你的脖子 很黏 汗 很濕 很不舒服 所以大家看到安全帽後面這個框是有一個空間的 所以戴上去之後呢 可以馬尾 像樣子戴上去之後把馬尾拉出來 然後扣上安全帽帶 就可以看到馬尾 因為安全帽的這個後面的固定塑膠 而隔開了你的脖子 這樣子也比較可愛 拍照的時候比較有蓬度 比較有立體感 除了基本款的正面馬尾以外呢 我還會很常綁側面 在這邊跟女生們分享一個小技巧 就是像我自己 因為我剛好是左臉人 我們台灣是旗在路的右邊嘛 所以常常攝影師不管追焦 他可能在你前面或是在對面 剛好都會拍到左邊這一面 所以呢我自己就很習慣綁側面 因為我的髮量比較少 我如果只綁一邊的話 那樣的髮型會比較好看 我就會綁左邊側邊 剛好你拍到左邊的時候 是有頭髮的 基本髮型側邊有三個 最簡單的就是 側邊的馬尾 好 那側邊的低馬尾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好 配上安全帽 就超級簡單 偷懶的時候就可以用最簡單的側邊低馬尾 那這樣子就是 當你在騎的時候 攝影師從左邊拍 剛好我自己是左臉 就會有頭髮 就會比較好看 測試看看如果沒有頭髮的側邊會變怎樣 就是 比較 還好 對 所以推薦大家可以找出你比較喜歡 你自己是哪一面的臉的人 就把側邊的頭髮綁在那一邊 那側面的髮型還有一個我自己最常綁的 就是 側面的辮子 那為什麼要綁辮子 是因為我覺得 呃 頭髮都紮好 它比較不會在騎的時候 肥來肥去 它也比較 因為都固定好 比較不會 黏在脖子上面 就流汗的時候很不舒服 所以我自己是 綁側面的狀況之下 我是最常綁辮子這個髮型 但是因為 辮子一定是 頭髮夠長才有辦法 所以我之前結完短髮 在流的過程中 一開始沒辦法的時候 我也是都綁側面的馬尾而已 好 然後我可能就會用 一樣是有裝飾的髮飾 在下面拍 好 戴上安全帽 分享第三個 側邊的髮型 是我有很多好朋友 會這樣子綁 我自己 比較不會 這樣子綁 但是覺得有些女生 綁起來蠻甜美蠻可愛的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就是先綁 側邊低馬尾 然後呢 再這樣子 一顆 一顆 像我的髮長啊 大概只夠 再綁兩次 橡皮筋 所以我就會先 綁一個 我覺得這樣綁起來 好像也蠻可愛的 但是綁好之後 我可能會稍微拉一下 讓它有一個紅度 也可以用彩色的橡皮筋 綁會更可愛 好 依據我的髮長 已經綁好了 但是如果 只有這樣就是 很奇怪 一坨 所以呢我會 拉一下一點紅度 讓它 就是翹翹的很可愛 這樣 好 這樣 我其實是 沒有真的綁過這個髮型出去騎車啦 但是今天綁了覺得也蠻適合的 所以女生們可以看看自己比較喜歡什麼風格 自己依照當天的穿搭去搭配 那戴上安全帽示範一下給大家看 天啊意外的還不錯耶 在這邊推薦一下 髮量比較多的女生 可以做雙邊的髮型 那因為我自己髮量比較少 所以我通常都會做側邊或是後面的馬尾 但是今天呢 就是為了要教大家 所以也示範給大家看 好那雙邊馬尾最基本的就是 分兩邊 髮量均勻的狀況之下呢 側邊綁起來 好那我覺得雙邊馬尾有一個好處 就是一樣我們 會綁在讓頭髮隔離 你的脖子 我們騎的時候流汗很黏的時候 就不會在那邊很不舒服 好 戴上安全帽給大家看看 我覺得雙邊馬尾看起來 如果是比較可愛的女生 很適合這個造型 而且看起來會比較年輕 延續雙邊馬尾呢 我們跟側邊的一樣 可以綁那個 剛剛那個很可愛的 一球一球的造型 一樣我的髮長是夠我做兩顆球 在適當的長度再綁一個 好綁完一樣 拉出個烘度 下面呢再綁一個 右邊也是 第一次 好完成 那這個髮型我會比較建議 髮量比較多女生綁 會比較可愛 像我自己髮量太少 所以就不夠蓬鬆 不夠巧屁 戴上安全帽就這樣 很可愛 雙邊的髮型 雙邊的髮型第三個 是辮子 這個髮型我也是比較建議 髮量比較多的女生可以嘗試 我自己髮量有點不夠多 但是還是示範給大家看 辮子的訣竅也是要盡量綁在側邊 才不會到時候綁完的時候 它是在後面 變成你騎的時候 脖子後面會有兩根辮子 這樣一方面感覺比較不舒服 視覺上拍起來也沒那麼好看 綁的時候一定要把辮子放在雙頰兩側 右邊也是 好完成 重點就是一定要讓它垂在你雙頰兩側 一方面騎得比較舒服 二方面拍照的時候比較有裝飾 比較好看 各位女生們 如果有任何髮型上面特殊的設計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也都歡迎在我的YouTube下面留言喔 大家一起分享討論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結束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要按喜歡 訂閱我的頻道 Linda Love Cycling 並且打開小鈴鐺 這樣以後我有新的影片上線的時候 就會通知大家喔 謝謝大家 大家下次見 掰掰